第一段,这个当然我们是所动做的 至于后面要怎么让它自动产生,待会我会讲 底下的话,这个for回圈呢 这个for回圈基本上是对应上面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要forI从三重一直到最后一个 分别帮我把它抓过来,放在这里 特别主要,如果你今天有串接的动作 最后面那个反斜线,必须要自己加一下 这个是它的规则,因为这个小R只能够帮你辨识到这里 如果你有串接,它就没办法辨识 变成说这个比较特殊,这个后面要自己加一下 然后fw等于open,之前我们本来是用所谓的w模式 存档,还记得吧,存档 之前我们有存那个csv,一个report.csv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report.csv,假如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你就用A模式 如果你用w模式,它变成说你第一次写了 第二次就把它第一次的盖掉了 OK,比如说先写三重,然后你用中立 那中立就把三重盖掉了 那如果你要让它都存在的话 并且写到下方,那记得就把改成A模式就好了 就这样子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fw物件.write 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三重里面的东西把它write出去了 就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两行有点像存档 有没有,存档 所以你会发现,这感觉其实说真的 是一定是比去用图形化工具来复杂 可是你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也没多少东西 反正就这些动作,反复 最难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回圈把它写好,后面反复做 不过这个我想我们前面也做了还蛮多的 OK,其实其中穿针引线 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上面这个东西变出来的话 那后面的东西就简单了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好像没有复杂,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你这样要做合并档案的话 好像有时候反而用Python来做 甚至比VBA还简单 OK,如果这件事情Python简单 那你就用Python就好了 反正你就择一 OK,有时候不是说 学你就只能够Python就用到底了 没有啦 反正你要看,这个工具 用在哪个地方 比较有优势 你用那个嘛,对不对 不然的话 就像说有的人只会骑车 他到哪里都骑车 再远,比如说到高雄他也骑车嘛 不可能吧 骑到高雄都累死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换一下就是工具一下 对不对 至少你可以骑车到高铁站吧 再转一个高铁,咻就到了嘛 OK 所以有时候善用 像最近整个国旅 整个就太旺了 到处都人 OK,而且最近好像台铁 有一些也有促销 像去日本有JR的PASS 其实台铁也有TRPASS 各位知道 TRPASS 跟日本的JRP 有点像吃到饱 就是说他有三日券跟五日券 还有全家四人 四人的券 像我觉得最划算是四人 三日券 现在已经打折下来 现在只剩两千八 也就是说你三天之内全家四个 就是你做自强套 反正你就怎么做怎么做 他就是三天就是两千八 对不对 OK,等于说一个人大概三天就是七百块吧 OK 那之前我买过了 因为我也是等台铁刚好 有一些优惠 二千八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我全家讲 我突然有一个念头 我带全家去还岛 然后于是我就开始规划 三天前规划 三天前赶快去买了 买了之后呢 三天前就开始订票 然后就把什么 还岛的票全部订光 订完了 然后呢也去柜台把所有的票都拿到 然后于是我们就去还岛 三天就回来了 刚好小朋友下课五点 赶快整装出发到车站 然后第一天又杀到花莲 在花莲过一晚 然后隔一天又杀到 先到台东 然后再到高雄 然后隔天就住高雄 然后高雄住一晚 再隔天又绕回来了 真的有绕一圈 只是感觉好像太紧臭了 如果五天的话 这样会形成好一点 那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只有 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应该层次没有问题 接下来最大问题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历史产生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OK 方法很多 我先教各位 我以前最常用的方法 第一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全神邮举地址 这个先把它delete掉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清单把它输出的话 你可以在上方点一下 输入一个叫cmd cmd就comment 按enter 它就跳这个 这个 这个叫dose 这个大概二十三十年前 的东西 那以前呢 所以啊 如果你是没有 会用这个都老人比较多 OK 我问你大概知道一下 至少你会多一招 这个东西其实里面还非常好用 因为里面 你打个help 比如说你什么都不会 你打help help help应该会吧 help enter 它告诉你 里面有哪些指令 其中的有个指令 叫di 什么叫di 顾名思义 就是把所有的目录啊 档案跟纸目录的清单做显示 所以啊 你可以怎么做呢 打个dir 清单出来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要怎么取得这些呢 你可以什么 选取嘛 他好像可以复制 有没有 有没有 可以复制啊 但问题啊 我们现在不是 要那个什么 前面有那个不要 那怎么办 你可以dir 斜线问号 斜线问号是说 后面有没有什么 可以带什么参数的 他跟你讲说 你可以带一个参数 其中的话呢 如果说只要显示基本的话 有没有 单纯格式 就是斜线b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什么 dir 你所以这边打dir 斜线b 有没有 你就把那个 大小写没关系 按enter 你会发现 出来了 那你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不想输出 你就这样悬起来 然后呢 上面按一下 把它编辑复制 就好了 然后再贴到word里面编辑 再贴到层次 也OK啦 但是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当然有 OK 接下来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把这个目录输出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打dir 斜线b 空一格 输入一个什么 一个大于符号 它有点像一个箭头 就是它这边 我把它想象成就是输出 有没有 输出空一格 到一个 呃 档案里面去 也许叫dir.tst 诶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我把 目前上面输出的东西 不要输出到画面 而是输出成一个档案 OK 这招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要整理什么 整理那个很多目录 很多档案的时候 有没有 那你以前怎么办 都不能手动自己 在那边去重新命名 然后再复制贴 那不类似 所以用这一招 我们按Enter 输出到一个档案 好 这个时候它没有输出到画面 也就是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根目录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个dir 有没有 点tst在这里 有没有dir.tst 那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 刚刚秀在画面的东西 帮我秀到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你把这个档案打开的话 那里面的话 就会是这个东西了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来用 不就有了 OK 这也一招 那你想说 柯老师 我还是要编辑啊 感觉好像有快那么一点 但是还是不够快 对 有没有更快的 有 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 那你就要用什么 用那个 python里面有一个模组 叫OS O就是应该什么 operator S应该是system operator system 就是操作系 有点像是 像作业系统就是OS 就是有点像是我要处理相关的档案的相关的动作 那我就可以的吧 用这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方法 这个也许 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这手动的 第一个方法 我再把那个重点 1 请你点 这个dir怎么做的 1 请你点上方 输入cmd 反正以后就得这样 enter一下 跳出来 你就打dir 然后斜线b 空一个输出成一个叫dir.tst的档案 这样enter它就帮我输出了 OK 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是方法一 那这一招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OK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先产生你要的清单 OK 那还有什么方法 那可以想很多 OK 只是说我想到 这一招 因为以前 在DOS的年代 就是这样在做事了 现在在Windows一样可以用 另外如果你想要多知道DOS里面能做什么 你打个help就好了 help的话 它里面就有一堆的指令 不只是dir 一堆 甚至你要删除档案 你要做复制档案 其实DOS里面都可以代劳 OK 甚至这个也可以写批词档 反正他们做的事还蛮多的 只是说现在很多人都不会 OK 我们有时候以前学过的都会想要把它延续自己用 那Python也可以呼叫它 两边是可以通的 以前写过的东西也可以在Python 可以work 只是说 这个一般现在比较少 所以我就大概把目前这个功能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其实想说老师那我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我可以全自动 全部都在Python做就好了 不要像刚刚这样然后複着贴它再修改 那怎么做 接下来 接下来 所以大家习惯一下 这个DOS模式特别说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只是慢慢还是要会用 因为你会发现你身边还是或多或少 他突然就是会有那种需求就是叫你要打一点指令的 那你还是非得要会 好 那可是这第一方法我是觉得 仅供参考 第二个的话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OK 那再来方法二 我先把这个底下这一段程式先注解 注解记得 有没有还记得 选起来之后Ctrl加斜线 这样它就全部注解了 那我假设呢 我希望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必须要input一个OS 那这个OS 它特别是 这个OS里面呢有一个方法 或者你想要知道OS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那个 我应该放在云端上面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在OS模组这边有一个 它里面能做什么 我把比较重要的部分列在这里 比如说你要建一个目录 删除目录 重新命名删除 删除档案 有没有这些都可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叫片力 应该就是 就跟刚刚一样的动作 DIR 不过呢 在这边它取的名字叫 OS点Walk Walk意思说帮你把所有的党名跟副党名 帮你输出 而且更厉害的地方就是 OS点Walk输出的话 它就直接输出一个串列给你 也就直接帮你放在串列里 所以你只要把它接起来就好 所以喔 特别注意喔 那可是问题呢 要怎么样拿来接 其他还有什么 检查档案目录是我存在 就OS点Path 点Exit 刮胡里面的话 你就给它说哪个档案 如果那个档案存在 那就为True 反之就为False 其中最重要是这个 OS点Walk 怎么用 首先第一个 Import OS 这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 因为OS点Walk 它会帮你找目录里面的东西 找完之后 会回传三个东西给你 所以它会给你三个东西 所以你必须用三个变数去接它 这是固定规则 我只是说根据 我是根据官方的文件得到的 第一个它会回传一个root给你 第二个的话会给你目录 名称 也就是这个目录里面的直目录名称 有几个直目录 它会列出来 第三个的话 它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我用什么 我干脆用List List List 1 OK 找到之后的话 那就给我什么东西呢 后面的话你就print 直接print print list 看看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这三行 就代表什么 它已经帮你把底下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 透过什么呢 透过always.work 就帮你to到这边来了 前面是接 所以后面它的写法记得 一定是in always.work 它会to三个东西回来 所以你必须要 也要用三个变数去接 少一个都不行 这是固定规则 因为这是根据官方说 官方上面所得到的讯息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把它print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有没有发现 底下请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串列对不对 然后里面放什么 不过这个多的 这个可能要把它删掉 这个是刚刚我们列 这个把它删了 不然多这个 然后底下的话 有没有看到 就是 所有这个 什么呢 资料夹里面所有的档案 都列出来 刚刚我把它删掉 我把它执行一下 三重 那这个东西不就等于下面这个东西吗 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差别在那个 单引号跟双引号 其实单引号双引号 拍成都是文字 都一样 OK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有列十一了 那后面不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 你想要列出什么 列出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 党名跟副党名的话 用这个方法 应该是最简便的 OK 不过 有同意说 老师那 这个跟这个没用到 对啊 没用到 不过如果你想知道 这里面是什么 你也可以print一下 不过你会看到 这个root 实际上 它好像就是 怎么样 再把这个目录名称 怎么样 再帮你把它放过来 这个dirs 是什么 这个dirs 就是这个目录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直目录 OK 把它执行一下 就有三个嘛 第一个就是这个 有没有 它实际样度扯就放了 其实就等于 就把这个再丢一个给你 那这在干嘛 OK好像多余的 这个的话 里面没有东西 因为里面没有直目录 但未来如果说 你有目录里面 还有目录的话 那你就可以了 再用dirs里面 把每个目录里面 所以 以后甚至你要合并 所有档案的话 它更高 更复杂的 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 还有直目录 直目录里面 还有很多档案 如果你要把 这么多的 目录里面的档案 全部合并的话 那你可能用dirs 只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弄那么复杂 大概应该一般 用到这个 dirs的依赖就够了 所以 好 那我们已经把它完成这边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跟下面这一段呢 做整合 好 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就不用了 因为 已经有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要手动 你会发现 OS.work 实在是太好用了 这样就可以产生了 那你想说老师 你怎么会用的 说不定都会讲 其实我 我也Google了 网络上很多的东西 后来发现网络上的东西 一堆写的乱七八糟的 写的好复杂 后来我发现 其实根本没那么复杂 就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怎么用 有的时候print一下就知道了 看一下嘛 就观察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说 想要找答案 你就Google Google人家给你的 你就是把它套用 然后也不去管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直接就给它套用 你当然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不是你写的 OK 所以有的时候 即便你Google到 你还是要把它每一个 每一个print出来看一下 原来它是这个意思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它串在一起 怎么做 一 把这个删掉好了 这就不用了 二的话呢 后面部分的话 你就把它这个注解拿开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诶 这个呢 就可以把它 关闭了 这样子的话呢 城市 就大功告成 看得懂意思吧 有没有 我刚刚其实没做什么 我只有把list删掉 然后把这个 刚刚写的东西 再把它按个tape 意思是说呢 我要在这个for回键里面被执行 OK 特别注意 只有插这里而已 其他都没变 OK 那结果opok呢 试试看就知道了 好 试信 OK 合并成功 结果不一样 看一下 all.tsd 86k 打开 诶 没问题 就成功了 OK 应该可以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部分就是先把底下先关闭 然后呢 上面其实只有写这三行 写完这三行之后再跟底下的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只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的说牌 向右按个tape 就大功告成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 哇 OS.org 真的是太方便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的话 真的 只要你要找那个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党名 跟副党名的话 靠这一招就好了 唉 我觉得这Python 这地方还真的是 非常的让人家觉得眼睛一亮 现在就三行层次 搞定很多事情 但是 但是你还是要熟悉就是说那个创业的一些运作 还有回圈 有没有 so I arrange 这个 站围可能就是要把它熟悉 那以后的话 就把它套用进来 唉 就可以完美的把你要做的事情快速的给解决了 其实好像又没做什么 哇 而且城市加起来啦 其实 顶多啦 不超过十行 不超过十行 就可以把一件事情给搞定 哇 感觉其实真的是相当清爽 好 做完的城市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可以试试看 但是这个做完之后 问题还没解决 后面的话 不过衍生性的 这个 后面的部分 本来没有讲 本来他之前上个就上到这边 就打住了 但后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工作上常常就是 需要把那个档案合并完之后 然后把旧的删掉 那删掉完之后呢 将来我要把它分割回来 就是常常在分分合 也许档案丢出去了 然后最后回来 回来之后 大家已经填好资料 我还要再把它合并 回 合并 然后又分割 分割合并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各位也要思考一下 唉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包含就是说 我希望 我希望 当我合并为 O.TST之后 可以把 除了O.TST以外的档案 全部删掉 就只剩下O.TST就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O.TST呢 再帮我把它分割回 25个档案 然后呢 再把O.TST删掉 也就是两边可以互相 有没有 一个是分割 还有一个是合并 哎 这要怎么做 我后面的 是有点难度 那 我是有把 洗好的程式放云端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尝试看看 其实我觉得 这东西还蛮有趣的 只是说真的 还蛮花时间的 好 试一下 先把刚刚的 合并全省邮局地址 先试试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后面的部分 一会儿 没有 没什么 我 你 没有 感谢观看